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要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 无量寿经 畅佛本怀 这个是这一次交流的第二个专题 在这个专题里主要是说说 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 去年在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这个题目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今年还作为一个专题来讲呢 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 近二十年来 无量寿经 畅集本 被批评 被批判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因为一阵一阵的风 把一些多年寿持 无量寿经 畅集本的老胡子们 挖跑了 这个我特别惋惜 惋惜什么呢 因为他们错过了 成佛的机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必须使这些 受持无量寿经 畅集本的老胡子们 认识这部经 而且要正确认识这部经 如果他们对这部经 有了正确的认识 你让它放弃 它都不会放弃的 这些年来 由于受这个批评 批判之风的影响 有的老胡子 信心动了了 改换本子了 比如说 有的去读康本了 有的去读佛说 阿弥陀经了 这个没有错 但是从这儿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老胡子们 对汇集本 产生的怀疑 不信任了 所以才能改换本子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 有的改修别的法门去了 不修净土念佛法门了 有的同学可能说 这个净土念佛法门 真的挺麻烦 老被人家批评批判 那干脆我不学了 我学别的法门吧 这是一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有的干脆不学佛法了 改学别的宗教去了 在这里我说的这些 不是说别的经典不好 也不是说别的法门不好 也不是说别的宗教不好 而是要通过这个事儿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时间来不及了 没有机会 留给你更多的时间 让你改来改去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人生 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几十年里 如果你改来改去 恐怕你就把成佛的机缘 错过了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想再一次讲这个 让同学们正确认识 无量寿经 坚守无量寿经 汇集本 这样对他们学佛成佛 是会有帮助的 这是我这次 为什么要讲这个专题的 一个目的 第二点 是最不无量寿经 它是无量义 而且是无量义中的无量义 为什么说它是无量义呢 就是说 十方诸佛如来 共同来说最不经 怎么说都说不进 最不经的无量义 注意我在这里说的 十方诸佛如来 共同说 而不是说 菩萨说 大家听明白这句话没有 十方诸佛如来 共同说 都说不进 都说不进无量寿经的无量义 体会 每一次讲 包括每一次 每一次些讲稿 都是一次新的认识 新的提高 新的收获 这是对我自己来说的 对众生来说 帮助他们提高对无量寿经的认识 加强受持最不经的信念 下面我们就言归正题 我再一次向同学们介绍 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 为了方便同学们的理解和认识 我从十五个方面来解读 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 用事实说话 换句话说 就是尽可能讲的 接地气一些 这是我美好的愿望 我会为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而努力的 下面我们就开始说 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 第一 无量寿经是阿难尊者 亲自听释迦牟尼佛 以事实真相而说的一部经 这是一句概括的话 具体点说 这里面有四点内容 需要我们重点把握 第一点 这部经是阿难尊者 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说的 第二点 释迦牟尼佛 以事实真相所说的一部经 第三点 这部经 佛是怎么说出来的呢 是阿难请法请出来的 这是因为什么 阿难请法呢 是因为佛放光献瑞 阿难从来没有见到过 所以向佛请法 佛才说出了这一部 无比殊胜的 无量寿经 第四点内容 是不是阿难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不是的 这可以说是 阿难明知故问 为什么他要明知故问 他是带众生听法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深深的感激 感恩阿难尊者 如果没有阿难尊者的请法 就没有这部 无量寿经的问世 这是第一 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 从第一句话总结 就可以知道 是依事实真相 而讲的经 而且是阿难尊者 亲自听佛所说的 有四点重点内容 需要把握 这是第一 下面说第二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里 唯一一部多次宣讲的经 这部经在佛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任何一部经都无法取代的 这里面有三点内容 这里面有三点内容 需要我们重点把握 第一点 注意唯一一词 唯一就是只有这一个 第二点 注意多次一词 多次就是不止一次 这部经有十二种译本 但是很可惜 有七种译本诗传呢 可见是多次宣讲 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译本 第三点 把握这部经 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无法取代的 我们大家可以注意 两个重点词 在第二 一个是多次宣讲 一个是无法取代 也可以说无可取代 就是华言经和法华经 都不能取代无量寿经 这是第二 第三 这是释迦牟尼佛 唯一一部 唱佛本怀的经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释迦牟尼佛 在三千年前 第八千次 在娑婆世界 视线成佛 他来到这个世间 干什么 就一件事 就是为了宣说 这部无量寿经 而且这部无量寿经 是唯一一部 唱佛本怀的经 什么叫唱佛本怀 唱 就是舒畅 顺畅 唱快 唱所欲言 就是把心里话 痛痛快快的 毫不保留的说出来 无量寿经 是释迦牟尼佛 多生多节 想为众生 说的经 但是 因为众生的机缘 不成熟 他不能宣讲 今天 众生的机缘 成熟了 佛 终于可以淋漓尽致的 把最部大经 宣讲了 如来 所以兴出是 唯说 弥陀本怨海 所以说 这是唯一一部 唱佛本怀的经 简单的概括就是 是唯一一部 唱佛本怀的经 这个唯一告诉我们什么 还有没有第二个是 唱佛本怀的经 没有 这是第三 第四 这部经 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一切经中的 唯一正说 这一点 可能我要多说几句 因为什么呢 去年 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说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 唯一正说的问题 有些同学不理解 可能有人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所以今天 我还要再一次的说 把它作为 一个重要内容 来跟大家讲 无量寿经 就是说真实语 俗地 就是方便说 真实说和方便说 都是随顺 众生不同 从根性而说的 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跟什么人说什么话 跟上根的人 说上根的话 跟下根的人 说下根的话 这里所说的 这里所说的真实说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部无量寿经 说的 完全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佛所说的 正说 真实说 而且是唯一的正说 也就是 佛的真实说 其余 皆是戏论 是方便说 我去年也讲了戏论 也是大家不理解的 今年咱们再一次说 因为对于上面这一个理念 有的同学不理解 不太容易接受 可能大家说 佛说了这么多经 怎么就这一部经是正说呢 对于这个疑问 我也曾经有过 但经过 二十年的听经文法 我的疑问消除了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事实真相 确实真的是这样的 怎么办 现在 暂时不理解 让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 渐渐体悟吧 但是 我在这里 劝告大家 切记一点 就是在你没有弄明白之前 千万别忘华 下面我想跟大家说说 听听我们的祖师大德 是怎么说 对这个问题 偶艺大师说 持明念佛 法门深妙 破尽一切戏论 斩尽一切意见 戏论 就是研究讨论 如而戏 开玩笑 没有一句真话 念佛念到心地清静 既超越一切法门 你可以说 佛四十九年说法 均属戏论 这是 偶艺大师 说的一段话 法相中的祖师 奎姬大师 是这样说 念佛法门的 他说 念佛法门 是无上大法 大家想一想 无上 就没有再超越他的了 这才能叫无上 刚才前面我们说了一句 就是佛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在三千年前 是现在世界成佛 他来到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目标 这就是帮助众生 解决生死问题 这句话 我们一听就懂 佛来干什么来了 帮助众生 解决生死问题 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生死问题呢 讲经教学 通过讲经教学 帮助众生 了生死 出轮回 我们再往下接着看 说到这儿 念佛法门的出圣 有的同修 去年听我那么讲以后 有些疑问 说那你对参禅 对学密 是怎么看的 我不保留我的观点 因为这些话 不是我说出来的 是祖师大德们说的 我是副讲 所以这个大家要弄清楚 不是我坐在这儿 胡说八道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说 参禅和学密和净土 是什么关系 如果我说错了 认知错了 请大家批评指正 参禅 不能超出三界 这句话非常重要 参禅 不能超出三界 但是 如果你把念头一转 你转成念佛了 则 生死可了 我觉得这句话 说的非常可观 非常真实 说如果呀 参禅有功夫 是什么样子呢 能知过去 能知未来 比如说 有一个法师 原则法师 他是参禅的 而且很有功夫 他的功夫就到了 能知过去 能知未来的程度 他知道自己来生 会在哪一家投胎 这个事他自己都知道 因为他不想去投胎 所以他就回避 他未来生的父母 那如果和父母 那如果和父母不见面 就没有这个缘 他就可以不投胎了 但是有一次 他和他的一个好朋友 要去出游 他选择走汉路 他的好朋友 选择走水路 他坚决反对走水路 他的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仍然坚持走水路 最后这个原则法师啊 就横顺了吧 就和他的朋友 一起走水路 结果在路上 就遇见了一位妇人 这个妇人 怀孕三年了 还没有生 原则法师一看 事情他就明白了 他告诉他这好朋友 就说 三天以后 你到这个妇人家 他生了一个婴儿 那个婴儿朝你一笑 那就是我 说完 原则法师就做话了 他的好朋友 依照他的吩咐 三天以后 就去了这个妇人家 真的 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一看 就朝他笑了一笑 所以通过这个示例 说什么 参禅 他会有一定功夫的 而且这个功夫也很深 是不是这样 能够知道自己 来生头到哪家 这很不简单 但是他解决不了 初三界的问题 这是参禅 再看看蜜 大德们说 密宗是开的智慧才能学 内心清静 一尘不染 有这一句话 很多人听了 肯定诧异 不理解 甚至有的会很反感 但是这话我必须得说 因为这不是我说的 是佛门大德说的 说什么呢 说普通人学密 一定堕地狱 普通人学密 一定堕地狱 严格就说 八地菩萨才有资格学密 他们学密是正科生 原教初注菩萨 可以旁听 是旁听生 没有学计 这么说 是不是大家能听得懂 八地菩萨学密 是正科生 原教初注菩萨 可以当旁听生 大家想一想 这可不是开玩笑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老法师当年学佛 他第三位老师 不约而同的 跟他说同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不让他碰蝉 碰蜜 不让他接触这个 大家想一想 三个老师 是不同的时间教他的 三个老师 说了同样的一件事 是同样一句话 有没有道理 我们仔细传诺传诺 为什么三个老师 都让老法师 不要碰蜜 不要碰蝉 他可是老师 对学生说的 为什么这样说 老师 了解学生的根基 三位老师都认定 老法师 不是学禅 学密的料 他的根基不在这 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福祉根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 等三位老师 比如说 张家大师 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 但是他没有给老法师传密 虽然他没传他密法 但是关于密宗的内容 他给老法师谈了很多 他告诉老法师 密是最高的佛法 也是最殊胜的佛法 大家看 张家大师 我可以读懂 六祖谈经 是读上上根人的 上上根人 两个上 不是读上根人的 六祖谈经 是专度 上上根人的 上中根以下人 无份 这位听明白没有 我说的特别直白 你想想 你是不是上上根人 如果你不是上上根人 我劝你 不要选修这个 十方诸佛如来 都帮助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所大学 阿弥陀佛是校长 十方诸佛如来 成就弥陀大愿 在十方世界 为阿弥陀佛 这所佛教大学招生 他们把最优秀的学生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求学 去身道 因为阿弥陀佛 与诸佛如来 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什么目标 希望众生 人人成佛 我们用一句话 概括一下 我上面所说的 千经万论 乃是全说 到最后 都归到西方 镜头 再往下看 为什么 无量寿经 所列上手 第一位 是乔臣 无尊者 因为 他是 世尊 第一位 开悟的弟子 他列上手 第一位 要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这是代表 这一部经 是开悟第一经 成佛第一经 代表念佛法门 是开悟第一法门 成佛第一法门 代表 以此法修学 既是如来 第一弟子 全都是第一 这位听没听明白 这是第四一点 我说的 多一些 就是 为什么说是 唯一正说 下面说 第五点 无量寿经 是佛法理的第一经 千经万论 三藏十二度 是百川 无量寿经 是大海 百川归大海 大海 大海 那百川 这个 在去年讲经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了 就是 百川和大海 是什么关系 你要知道 无量寿经 是大海 三藏十二度 是百川 一定是百川归大海 这是用 比较浅显的 易懂的 比喻的手法 来说的 为我们说明了 千经万论 三藏十二度 与无量寿经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 是百川与大海的关系 告诉我们 大海 是百川的最终归宿 以此凸显 无量寿经 是佛法里的第一经 下面说 第六 无量寿经 是一城经典 是大城里的大城 一城里的一城 对于这一条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认识 一什么是一城经典 一城就是佛城 能称佛的经典 就是一城经典 二一城经典 有哪几部 一共三部 华严经 法华经 凡王经 凡王经 严格的说 中国的一城经 只有两部 那就是华严经和法华经 凡王经 一共是六十多品 传到中国的 只有其中的一品 菩萨界经 那就是一城经典 当然是 华严经和无量寿经 相比 无量寿经第一 无量寿经 自然是一城中的一城了 第七 无量寿经 是净宗第一经 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经中的第一经 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赞叹 共同宣扬 共同互念的第一经 大家知道 净宗的经典不多 一共就是五经一论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佛说阿弥陀经 大佛顶首愣言经 大势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普贤菩萨行愿品 往生论 这是五经一论 在这五经一论里 无量寿经 是第一经 在这一条里 我们要特别注意 有三个共同 那就是 共同赞叹 共同宣扬 共同互念 这三个共同 这三个共同是说谁 说的是十方诸佛如来 不是说的菩萨 下面第八 是三个真实 集于义经的 西友南逢的一部经典 真实 真实之计 讲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是佛的正说 是佛的真实说 真实智慧 开启众生 开启众生真实智慧 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真实之利 给众生 最真实的利益 这个真实利益是什么 就是把无量寿经 和念佛法门 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 帮助众生 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十法界 回归长迷光 这是无与伦比的真实利益 这三个真实 是无量寿经的核心 这三个真实 在其他经典里 很少出现 三个真实 同时出现在一部经典里 无量寿经 是仅有的一部 没有第二部 这三个真实 是我们的自性三宝 佛有 我们也有 佛是完全开显的 我们是完全迷惑了 我们跟佛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显露出来之后 就是全体的得用 我们讲皈依 真正皈依的依据 就是这三个真实 这三个真实 就是佛法僧 就是西方三圣 是一切诸佛法藏 是我们的自性 这三个真实 这是真实 这是真实 到了极处 能够帮助众生 解决生死问题 第九 是一部器礼器机的经典 是一部圆满的经典 这里所讲的器礼器是上器诸佛所证之礼 经理讲的理论依据是一切诸佛所证得的 用现代话说 就是符合真理 佛佛道同 这里所讲的器机 就是器和众生不同的根性 平等普及一切众生 平等普气一切众生的根基 通俗点说 就是这部经的教学 符合我们眼前的需要 学了就能用上 用了就能见效 能够马上得到利益 所以这部经可以称之为器经 我自己就是一个真实的实力 2000年 我随时面临死亡 19年后的今天 我活得如此自在快乐 我是无量寿经 最真实的受益者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是生死凡夫 我们不能亲政 还没有到那个水平 到那个境界 但是 佛亲政了 你相不相信佛的亲政 如果是你自己又不能亲政 你又不相信佛所亲政的东西 那就糟了 因为什么呢 佛说的你不信呢 你自己还没看着真的 这就麻烦了 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要努力去亲政 但当你没亲政之前 你要相信佛所说的一切 没有妄理 都是真实话 如果你信佛所说的 按佛所说的去办 那你照样能得到成就 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 既不要不信自己 也不信佛菩萨 这样做 那是大错特错 第十 是梁徒导师 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 共同说的一部经 这部经 重点都在家重的 这部经是梁徒导师 专门为众生 成佛金熟人而说的一部经 这一条里 谈三层意思 前两层意思 在第一次复讲时 都设计过了 意思也很好懂 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说了 我想重点说说第三层意思 我对第三层意思 是这样解读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悟 说错了 为众生成佛金熟人而说的 这句话 我的感悟是 是为念佛人而说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同学生成佛金熟了 是不是念佛人 念佛成佛吗 如果不念佛 何谈成佛成佛金熟呢 当时 当时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感动 如果我说我泪如前涌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相信 我当时心里激动的 我说佛呀佛呀 你怎么如此智慧 你怎么如此慈悲 你怎么如此懂得念佛人的心 您真是和众生是一体呀 我感到非常惭愧 我惭愧什么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我竟不知道无量寿经 是佛为我说的 我算什么念佛人呢 醒醒吧 别再昏睡了 瞧不见佛在流血泪吗 有两个词 我们大家要引起注意 一个是根熟 一个是基熟 根熟呢 就是根性成熟了 基熟就机缘成熟了 你衡量衡量 你根熟没有 你基熟没有 如果你机缘成熟了 你擦肩而过了 你可不可惜 刚才我说 瞧不见佛在流血泪吗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2011年 我第二次去香港 见师父 香港佛陀教协会 要安排我们去大雨山 参观游览 大雨山有一尊 好大好大的佛像 我仰头望去啊 那个大佛像 特别慈悲 特别壮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看见那尊佛的右眼 在流眼泪 我就对同去的同学们说 我说你们看 佛的右眼睛 在流眼泪呢 可他们都说 没有啊 我以为我眼花了 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时我记得好像 大佛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可惜是我忘了 我现在想不起来 只是一句话 大佛跟我说了一句话 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 我没有眼花 我看的是真的 大佛真的在流眼泪啊 狮子一生吼 声音变宇咒 众生醒醒吧 法船快开了 你能不能上这个法船 第十一 无量寿经 是否圆满智慧 圆满流露的一部 圆满的经 请注意 三个圆满 如来所以兴出是 唯说弥陀本愿海 这个本愿海 就是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佛号 没有圆满的智慧 怎么能圆满的 说出这部圆满的经呢 我们不要小瞧了这三个圆满 能做到这三个圆满 除了佛 还有谁能做到 我们 在佛的教诲下 在修行的路上 有那么一点点进步 我们要实时不忘 要感恩呢 要知道报恩呢 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本事 有什么能力 是佛力的加持 使你才有了这么一点点的进步 前两天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也不是我说的 圣人就是圣人 佛就是佛 菩萨就是菩萨 我们对于他们 用经上的一句话 叫做不可思议 不能想象 也不要去探讨 入了那个境界 一切都明了了 不入他的境界 怎么说 都只能说个仿佛 没有办法 说的那样贴切 现在 我为什么又把这一段话 拿出来再一次跟大家说 就是说 我们要正确认识佛 正确认识菩萨 正确认识阿罗汉 正确认识我们自己 你把这个事弄明白了 你会少犯很多罪业 为什么 你对佛不认识 对菩萨不认识 对阿罗汉不认识 你把自己想的 比佛还高 比菩萨还高 比阿罗汉还高 你怎么能有成就 现在我觉得 有的学佛人 真的不自量力 不知道自己是半斤 还是八零 一定要克服这个缺点 一定要谦虚 一定要谨慎 你自己 就是一个凡夫 比如说我 不管你们怎么尊敬我 怎么爱我 怎么鼓励我 我的心是定的 我不会因为有人赞叹我 我飘飘然 我也不会因为有人骂我 毁谤我 攻击我 而会心失忆 都不会的 我们学佛学了将近20年 如果心还定下来 那你这佛是白学了 所以我在这一段话里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一个事实 要正确对待自己 正确对待别人 不要拿你自己的主观意识 去衡量别人 把别人说成 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 那是你的见解 你成为阿罗汉了吗 如果你修到了 阿罗汉的果位 你可以说 你的见解是对的 如果你没有到 阿罗汉的果位 昨天我讲的 即使你修到了三果 那都不行 都不能说这样的话 你的见解 仍然是错误的 这是第十一 第十二 无量寿经 是帮助一切众生 通达 无上甚深微妙法的一部经 首先我们要认识 无上甚深微妙法是什么 这个我们已经念了多少年了 都滚瓜烂熟了 但是真正的含义我们知道吗 什么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呢 就是无量寿经 多么简单 这个答案 今天你听到了 以后不要忘了 无量寿经 就是 无上甚深微妙法 就是阿弥陀佛佛号 那我们怎么样 通达无上甚深微妙法呢 没有别的路 就是 读 无量寿经 念 阿弥陀佛 第十三 无量寿经 是一部 既究竟 又方便的经 我们先看一看 什么叫究竟 一生成佛 了生死 初轮回 这样的经 就是究竟 那什么是方便呢 容易懂 容易学 容易成就 三个容易 多简单 多好记 同时具备 既究竟 又方便 这两个条件的 只有一部 无量寿经 没有第二部 那有同学问呢 华言和法华呢 华言和法华 只具备 其中的一个条件 那就是究竟 那就是究竟 但不方便 为什么不方便 不好学 不容易懂 所以我们看完前面 关于究竟是怎么解释的 关于方便是怎么解释的 你就知道了 在这里我想说说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变财无碍 去年我讲 无量寿经 很多同学 很欢喜 觉得很受益 我的一个老同学 给我打电话说 苏云呢 我原来只把你当成 我的一个老同学 现在 我对你得仰望了 我就笑了 我说你干嘛要仰望呢 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你怎么说的那么好 我在这里 不单是回答我的老同学 也是回答所有的同学们 不是我知道那么多 不是我讲的那么好 我是副讲 别忘了 知不知道副讲 我是副讲老法师 讲过的东西 是老法师懂得多 是老法师讲得好 我才把它学来 我打一个比方吧 说一个比例数 我这将近二十年 学老法师讲经说法 我能听明白多少呢 我大着胆子 我卯大劲地说 我能听懂百分之三十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现在的努力目标 我跟有些同学说 我说如果我能听懂百分之五十 我就埋怨了 我现在只能听懂了百分之三十 我跟大家学出来的 还不能把这百分之三十 都圆圆本本地学给你们 有的还漏了 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说这个 为什么我要说 深入精盪 智慧如海 变才无碍 因为这近二十年的清经文法 我之所以能把老法师说的东西 能给大家学说出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我深入精盪 我这些年听经读经 我没白听 我没白读 我明白了百分之三十 如果我不深入精盪 没有我的今天 下面说智慧如海 我承认 现在我的智慧比以前多了 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 我说过去要遇到一个什么事 我得琢磨琢磨 这事怎么办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一出现一个事 立马我就有个答案 我说这是不是智慧现前了 如果我说错了 那这算我吹牛 第三个 变才无碍 我之所以能坐在这 跟大家滔滔无绝的说这么多 有没有一点变才 有那么一点点 另外我告诉大家 这三个 它是按顺序来的 一 深入精盪 二 智慧如海 三 变才无碍 如果你颠倒个 是不可以的 这是我的个人体会 下面说 第十四 是视线佛法全体的一部经 无量寿经第一品里 列举了三位菩萨 作为出家众的代表 他们是 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 弥勒菩萨 从这三位菩萨 我们可以看出 这部经代表了 佛法的全体 龙树菩萨开切塔 代表密宗 由此可知 华言乃是密宗的显说 显密不二 华言傲藏 法华密随 都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 阿弥陀佛是无上密宗 是密法的总纲 是密宗之密 普贤菩萨 在无量寿经里 代表静密不二 文书菩萨 在无量寿经里 代表禅静不二 禅就是静 静就是禅 一句阿弥陀佛 禅 静 密 都包括在其中了 弥勒菩萨 代表当来成传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在世间 视线成佛 成为弦结中的 第五尊佛 弥勒菩萨成佛之后 弘扬和守护的 仍然是这部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不但是显示佛法全体的一部经 也是显示所有宗教全体的一部经 无论是印度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还是伊斯兰教 道教 等等 等等 所有的宗教 都包括在无量寿经里 都包括在一句佛号之中 上进下空 老法师 多年来 立唱 世界宗教是一家 我们现在看 那个一家是什么呢 那个一家 就是阿弥陀佛 这回我们清楚了 第十五 无量寿经 是帮助众生 一生成佛的经 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说的 高度概括一下 无量寿经 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经 我是这样概括的 供同修们学习 借鉴和参考 去年我讲过 现在再一次提出来 让大家温习一下 一 无量寿经 是帮助众生成佛的经 二 无量寿经 是帮助众生 一生成佛的经 三 无量寿经 是帮助众生 一生决定成佛的经 四 无量寿经 是帮助众生 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经 请大家注意 这里面的关键词 第一句 关键词是成佛 第二句 关键词是 一生成佛 第三句 关键词是 一生决定成佛 第四句的关键词是 一生决定平等成佛 这四句话的 关键词 是递进式的 到最后一句 圆满了 有这样几句话 带来千年盛世 三生决定平等成佛 一生决定平等成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